当地时间2022年9月30日 国感和他的朋友们在巴黎萨格沃音乐厅 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国庆巴黎国际音乐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3周年华诞之际 旅法知名国乐艺术家、著名作曲家、二国大师国感 为全场800余位观众奉上一场高雅而多元的华丽音乐盛宴 这场音乐会是由中国驻法大使馆指导 不获文化和巴黎亚洲色彩协会发起主办 由旅法桥界领衔主办 GMD Consulting联合主办 中国红尘Market冠名 法国飞马级首席赞助 共同携手著名国乐艺术家国感 以及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们 在巴黎共普华乐新篇章 音乐会的主人公国感先生是来自中国的著名二胡演奏家 作曲家和打击乐演奏家 是2015-2016年法国艺术与文学起始勋章的获得者 这也是世界首位中国民族音乐家获此殊荣 国感同时还是国乐出海项目在欧洲的总号召人 旅法二十余年 他走遍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演出达三千多场 在全世界最著名的音乐厅 如纽约卡内基音乐厅 林肯音乐中心 奥地利·威也纳金色大厅 巴黎议会宫音乐厅等 举办过个人的独奏与合奏音乐会 至今已出版各类型音乐唱片九十余章 出席本次音乐会的来宾有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及夫人 高品公餐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奢明远 李承源依密 欧洲央行前行长 法兰西银行名女行长 让克劳德德瑞及夫人等中法政界商界及文化界嘉宾 音乐会上演奏了很多果敢原创的 充满中国风的作品 比如拉开当晚音乐盛宴序幕的欢庆大鼓 为唐代诗人王焕之的经典诗歌 以中国的经济沸腾为灵感创作的中国市场 有果敢作词作曲的《风筝风筝》 来自于2018年中国中宣副制作的 纪念中法友谊的同名纪录片 我感原创的作品 还有中国新年三部曲中的《鞭炮》 极具写意审美的云山 以及充满金味的北京胡同 在音乐会上 我敢和他的朋友还为观众演奏了《茉莉花》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祖国 我的太阳 我爱你 中国 伊甸园摇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时代脉搏把观众带入了十分富有现代感的梦幻世界 最后 在来宾掌声的伴奏下 我敢高歌一曲 我的中国心 音乐会结束后 卢沙野大使和夫人 以及法国侨界代表 一同上台祝贺演出成功 并同艺术家们合影 将这一盛况 永远载入史册 在接下来的答谢酒会上 卢沙野大使做了简短的发言 他说 今天晚上的演出非常成功 并衷心感谢国感先生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 在国庆前夕 为中华观众献上了如此令人难忘的音乐盛宴 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蔡君柱也做了简短发言 他提议让大家以热烈的掌声 共同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 他还代表旅法桥节 衷心感谢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 远在国内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办事处 也对这场音乐会给予了特别支持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